大家好 我是Tobo Solution 托寶智能的CEO 其實我們公司主要製造一些 Robotic Solution 影響一些不同的行業 亦都做一些不同的Telemic 方案 是給不同的工商、零售、甚至保安界 我們Tobo 托寶智能這間公司的出現 其實就是看眾見到很多勞動人口不足 或者人口老化 而保安行業是其中一個首當其衝的行業 其實我們的機客人最主要就是 我們有一些款式 其實它可以去到一些外地的位置 因為我想最主要就是機客人的一些電動產品 大家第一件事就是想電和防水的能力 當然我們機客人本身有一個自動充電的效果 他真的好像人一樣他都要吃飯的 例如他定時定後自己沒有電 他懂得自己回到充電樁做到充電的效果 而我們也可以設置一個我們的Routing 就等同於好像平時的夜間保安 有些比較危險些 或者你們覺得有些普通的地方 是需要他們去做一些我們叫做巡邏的工作 我們就可以交給機客人 而機客人其實在巡邏的時候 甚至乎可以做到一個實時的影像分析 以及實時影像的回書 回到平時的控制 panel的地方 就等於好像真正的保安去到不同的位置 甚至乎可能有一些保安的需求 可能去到某些指定的位置 可能有一些information或者一些記錄 我們是需要過往人手去抄下寫一張字 我們機客人就將這個部分發揮得更加好 我們機客人除了可以做到巡邏的效果之外 亦都可以記錄下即時的車牌 而車牌已經變成不再人手寫下那麼簡單 亦都可以即時傳輸回到後台的電腦 變成整件事就會更加人性化之外 亦都可以將電腦化化 其實就將工作效能和安全性 有一個大大的提高在當中 我們TOWBOX Solution 接下來都會參展 就是Build for Asia 2024 在5月8至10號灣仔會展見 使用這碳雲出港 我們在 freed舞台的參賽事 需要下工後 加裝超市平衡